心脏病最怕什么 这三件事一定不要轻易的尝试 大家好我是赵一浩教授 这第一件事呢 心脏病最怕的就是吸烟 烟里面含有有害的物质 像尼古丁会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 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 加快了观众动脉的硬化 加重了心肌缺血 甚至导致血栓的形成 突发心肌梗死 第二呢 心脏病最怕喝酒 酒精对人体的心肌细胞呢 有直接的毒害作用 酒精呢 还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 影响心脏的传导功能 导致心跳加快 防颤和心理失常的发生 这里边说的是过量的饮酒 第三呢 心脏怕水 这里边的水说的是水纳的储流 心脏就像一个血泵一样 它的波动呢 要把血液运送到全身各处 身体外周的液体如果太多了 超过了心脏泵血的能力 它就会导致心衰 所以一直提倡大家平时生活中 戒烟 陷酒 少吃盐 另外呢 为了加强心脏的涉血功能 还要用我们中药里边补气血 来通过补去活血化 以解决我们身体血通畅的这个问题 心脏的问题不是小问题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日常一定要多加注意 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 一定及时就医